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来一句 您孙子孙女整天念叨您 或者您孙子孙女最爱吃面包的饺子 婆婆肯定立马笑开花 瞬间拉近彼此的距离 第十六计 不要啥事都不跟婆婆商量 经常告诉她 或让她看看 你们做了些什么事 有些什么计划 重视她的存在 征求她的意见 消除她的不安 第十七计 不要试图改变婆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兴趣爱好 要彼此尊重 不要指望五六十岁的婆婆一夜之间 完全接受你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第十八计 不要向老公告婆婆的状 加在老妈和媳妇之间的男人最可怜 如果她是双面娇 肯定会主动站出来协调 否则 即便你告状 也无济于事 只会增加老公的烦恼 第十九计 不要在外人面前说婆婆的坏话 婆婆 门扎堆说媳妇 媳妇门扎堆说婆婆 女人似乎永远都是这么爱搅舌头 批评就像家哥 总会飞回来的 第二十计 不要忘记是寒温暖 不要忘记把善下为先 八字内心的关怀和问候 无需本雕欲拙 孝敬长辈是媳妇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不能衡量得失 不能求回报 第二十一计 不要忘记跟婆婆表达谢意 哪怕只是客气 对婆婆应心怀感恩 虽然她没有养你 但是她养了你的老公 虽然她可能没有照顾你 但是她可能照顾了你的孩子 第二十二计 不要小看到欠的力量 家庭琐事分繁繁杂 冲突过后必须有人先投降 既认真又俏皮的道歉 是矛盾的润滑记 可以有效抚平裂痕 第二十三计 不要犹豫给婆婆送礼物 逢年过节 买点小礼物 经意自在其中 如果你有心专门去询墨一件婆婆希望得到的东西 那一定能哄她开心 第二十四计 不要在婆婆面前打扮的大花少 甚至另类 老年人大多是比较保守的 尤其是婆婆肯定不希望席富花之招展 容易以貌持人联想到人品 所以只要穿着干净大方就好了 第二十五计 不要全盘否定婆婆的意见 婆婆的话可以不接受 但也不要因为抵触而全盘否决 要客观的公平的看待 有意的从善如流 无意的一律shift的不留痕迹 第二十六计 不要勉强 自己去达到婆婆所有的标准 婆媳难处的根源 就在于总想彼此适应 彼此逃跑 所以北心劳神 筋疲力尽 除非自己心甘情愿 否则不要太委屈求全 第二十七计 不要过分夸大在国家所受的委屈 人与人相处 都会有摩擦 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必都放在心上 斤斤计较 只会 让自己欲结难开 一点点不如意 就一笑而过吧 第二十八计 不要拿婆婆跟妈妈做比较 不要按照亲妈的标准去要求婆婆 少了一份骨弱相连的血脉心情 自然就少了一份本能的宽容和体量 遇到好婆婆 珍惜 感恩 遇到不好的 不会失望 不会抱怨 第二十九计 不要把婆婆当成免费保姆 老人家辛苦忙碌了一辈子 也是享福的时候 她的晚年生活 完全自己掌控 帮你分担家务帮你带孩子 要真诚的感激 绝对不要责怪婆婆没有给你做的事 第三十计 不要指着婆婆的姐姐或者吝啬 她可能无法接受现代人的小废观 她可能认为媳妇是败家子 花钱大手大脚 但是 你要理解 勤俭节约 是几十年捉紧见咒的清贫生活留下的印记 第三十一计 不要主宰家里的一切 女人的控制与与生俱来 而且偏执与细节 家里哪个东西摆在哪个位置 都必须碎了自己的心愿 但是一山不容二苦 给婆婆留一点她主宰的空间 第三十二计 不要动不动就生气跑回娘家 娘家是偶尔的避风港 但不是永远的避难所 三番五次的离家出走 不仅婆婆更不喜欢你 老公肯定也会烦 第三十三计 不要总是散娘家人 变婆家人 谁都知道两家人更亲 更疼爱自己 更为自己着想 但是不要在婆家表露不满 这样只会激化婆媳矛盾 多一些宽容和理解 第三十四计 不要把公公拉拢到你的战线上一起和婆婆作对 婆媳问题中除了关键人物老公 还有公公这个重要的角色 倘若你抢走了婆婆的儿子 又收服了她的老公 那么 你们的婆媳关系基本无药可救了 第三十五计 不要和婆婆吵架 无论什么理由 即便婆婆肥羊拔骨 也不要跟她针锋相对 可以视而不见 重耳无闻 但是不要吵架 那只是情绪的发现 对几个问题无济于事 第三十六计 不要住在一起 几乎所有产生矛盾的婆媳 都有这个愿望 只是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不一定能实现 作者警戒关注方式 点击即可关注 多自于家每晚坚持愿这几个动作 肚子瘦了 腿更需乐关注烘焙大圈小课堂 五分钟就学会的烘焙大法 好吃到停不下来 小编特意敲选了一些精品书籍 供大家阅读 点击下方 阅读人文查看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